歡迎收看新一輯的一週花生點評 我是老尖 影片記上架一期是2024年5月14日 一週花生點評就是為大家點評 過去一個星期的科技界有趣青年史 蘋果剛剛早前就開了個發佈會 就講新iPad 當然也有少少資料補充 還有一些遊戲機的消息和科技界周邊花生史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花生沒有 但也要追蹤我的Facebook IG 網址 以及CLSS我的影片 我們儘管去剝花生啦 今集的內容開始啦 不知道大家在用的智能電話是用5G 還是4G呢? 但中國已經是為了將來的6G Polo 中國在5月9日成功發射了智慧天網1號01星 而這個衛星組就將來可以用在通訊的科技上面 根據中國的媒體央視新聞報道 5月9日上午9點43分就在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就成功使用這個長征3號月魂載火箭 就將這個智慧天網1號01星發射升空 現在已經成功進入預定的發射軌道 而這個智慧天網就會部署在2萬公里高度的軌道上 而每組需要8組中頻寬通訊的通訊衛星 未來就會構成全球通訊星座 可以按照需求擴展成16星 即是2組、32星、4組的覆蓋網絡 而智慧天網的星座構成之後 就可以在全球無蠻影提供服務 提供個性化寬大網絡的服務 即是我們香港叫開寬頻的服務 那麼跟星鏈來角去哪個快點、哪個好用點呢? 這樣就未知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智慧天網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就跟大家講講 OpenAI 的新功能 OpenAI 將會推出一個媒體管理器 就可以讓創作者避免內容給了AI做訓練 這些Contact Creator 很多都需要 跟一些廠商稱之為DPA寶物液異 但是他們沒有電腦 又經常要上網 又怕資料 就不小心放在公開資訊上 尤其是OpenAI 做一些訓練 這些新聞早幾年都聽不少 很多公司就算內部機密資料都不小心 都推送給OpenAI 做訓練 好像南韓的Samsung 都聽不少 有見及此 OpenAI 早前就宣佈 將會推出一個工具 就是給Contact Creator 選擇避免內容 被用於AI訓練 OpenAI 推出這個工具 名稱為媒體管理器 Media Manager 就說希望可以解決訓練 AI模型的時候 使用創作者的內容 這個問題 這些創作者可以指定 如何將這些作品 用於機器學習到早已久 而預計在2025年推出 媒體管理器 就說會採用先進的機器學習技術 在各種媒體類型中 識別受版強保護的材料 識別創作者的選擇 這個媒體管理器 是否保障到 這些簽了DPA 的 Context Creator 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始終這件事未出 實際用成怎樣 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一件好事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就說一下遊戲機的消息 這件事吹了很久 就是什麼呢? 任天堂小廚的後計機 一般人俗稱叫 小廚2的 這部小廚後計機 這部東西吹了很久 都是指問樓梯向 今次就得到官方的聲明 就由任天堂寫著 古村進太郎 就在官方X帳號上透露了 公司將會在2025年3月31日之前 就會正式宣布下一台的 Latando小廚的消息 但阿古村就繼續指 6月舉行的Latando Direct 就只會說2024年下半年推出的小廚遊戲 就不會對這部升機有任何的資訊 話就這樣說 聽就這樣聽 到時會不會再爆響就不知道了 但預料下一台的Latando小廚 將會在2024年4月到25年3月 就會開始揭曉 這部後繼機 暫時官方未有任何的表態 叫什麼名字 可能不是叫Switch 2 或者是怎樣 只是用後繼機 做一個代稱 那大家會喜歡的 那大家會喜歡Switch 2 的後繼機叫什麼名字 或者對任天堂下一代的後繼機 有什麼期望呢 或者想是怎樣的設計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就講一下蘋果的消息了 早幾天呢 就蘋果有一個iPad發布會了 我的頻道也都之前有一條懶人包 已經出了街了 有興趣就可以看看 這個發布會呢 我相信有一些比較關注的位置 我相信是iPad Pro的M4晶片 這一代M4晶片 就說用了第二代的3納米制程 而提升了運算速度之餘 亦都保持這個低耗電量 這個M4晶片就配備了多達10核心 即是4P6E核心Core 以及10個GPU Core 現在整合了這個動態儲存 光線最重要的是Waytracing的功能 由於採用了新代數的3納米制程 它的能源效率亦都相當之高 據稱這個電量只是同級的PC處理器的四分之一 可以說的是那部iPad來比較就不知道了 而M4也都配備了16核心的神經引擎 每秒就說可以處理38兆的指令 亦都可以進行各種的AI應用 提高這個效率 它亦都指出進行各種AI應用的時候 可以提高效率 預計之後的iPadOS 亦都會加入更多的AI功能 那這個就要看看6月初出的 WWDC發佈者大會 而M4晶片同時加入了AV1硬體的加速 對應這個的愈來愈補給的新格式 以及它本身都支援H264 Torex的格式 不知道大家對這顆M4晶片怎樣看呢 大家會不會入手打三部iPad Pro來玩一下 如果大家要組一部滿血版的iPad Pro 都頂得住一部Note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才力去玩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都是講一下iPad Pro的東西 蘋果就已經發佈了新的iPad Pro iPad Air Magic Keyboard 和Apple Pencil Pro 這些新產品 然後都會陸續開始預訂和開賣 而這部iPad Pro 就配備了自家M4晶片 蘋果這個iPad Pro 用了自家M4晶片 剛才都說過一下 但是呢 亦都有一些網民 就嫌這部iPad Pro 有些東西 不是那麼滿意 又說有些不夠啦 我就掌握了少少 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iPhone 15 系列 有一個叫Always On的Display 這個的Oxway On Display 無論是iPhone和Apple Watch都有的 這個Oxway On Display 就說會令螢幕的擦身率 達到1Hz這麼多 只是有一個畫面 但是這隻iPad Pro 就說最少要有10Hz 那就變了不再支援 這個Always On Display的功能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都需要一部iPad 都要有這個Always On Display 第二 這個iPad Pro 只是支援5G的6GHz頻譜 和以往兩代的iPad Pro 都只是支援5G的MM-Wraith 這次蘋果沒有解釋 這次蘋果沒有解釋 為甚麼 這部新iPad 取消了一個MM-Wraith 一個毫米波的支援性 但是6GHz的5G通訊 傳送速度 雖然被MM-Wraith慢 但是傳輸的距離可以增加 意味住身處在郊區 或是農村偏遠的地區 都可以收得到 或是收得比以前更加好 因為很多歐美國家 在一些偏遠落後的地區 不要說偏遠 就算城市都未必有 這麼好收的情況 還有一些偏遠地區 可能就是這樣 沒有了豪米波的版本 就不知對大家有多大影響 第三 就是iPad Pro 後置鏡頭 仍然只有1200萬像 同時有1200萬的廣角相機 和1000萬像的超廣角相機 現在只剩1200萬 其實我想問大家有多好 會拿一部平板來拍照呢 大家拍照也是要用電話拍多的 你iPhone拍得好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還有大家都是要來開拍照 看到樣子就可以了 你真的要這麼高清嗎 夠就算了 你蘋果的東西貴到這樣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1200萬像的數 如何看呢 還有最後一件只支援eC 因為這一代 尤其是蘋果 就不太喜歡加實體卡 如果大家需要流動數據的朋友 就要對電信網絡商交換 聊天 不知道要收多少錢 分明尋一下 安排也會比較 cov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呢 這個是導致 整合网上有些网友对新 iPad Pro 的不满意 不知道大家对这几个功能用得着 还是有没有投诉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刚刚讲完苹果发布会计消息 接着讲一些苹果的传闻 根据海通国际证券分析师 Jeff Poon 近日发表的报告指出 今次就不是郭先生 就说提及iPhone 17 系列将会配备的 Dynamic Iceland 有两个大改变 报告提及过苹果将会以iPhone 17 Slim 的版本取代 Plus 的型号 而iPhone 17 Slim 将会配备更加薄的机身设计 就说有6.6 吨螢幕 A18W A19 晶片 8GB RAM 至于相机镜头前截是2400万 后截是4800万 Jeff 亦都预计iPhone 17 Slim 会用女製造的外殻 有别于其他店铺系列用太合金外殻 不知道大家对iPhone 17 两年后的机种传闻如何看待呢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而今集的内容就来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为大家的选择 但是都要CLSS我的影片 和Follow我的Facebook、Instagram和网站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今集就来到最后了 记得CLSS我的影片 即是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你们每一个的Comment、Like、Subscribe 都是我的原动力 最后记得订阅我的 吹吹水电脑研究所的Facebook 专页 多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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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